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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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三万人点阅 然后有上万人明确说 他会全程的在线上来监督 寻达的情形 我们认为立法委员应该要对 所有的选民以及所有的公民负责 我们要呼吁我们的法务部当天就是在下个礼拜一出席国会的代表 我知道法务部到现在都不打算提对案 而且礼拜一我想不可能会有对案 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法务部代表谨记一件事情 要捍卫同志的人权 捍卫同志有成家的权力 这个已经是我们政府的国家的政策 从2001年 陈穗扁总统上台之后 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以人权立国 甚至在我们的人权基本法草案里面 都已经清楚的 把同志组成家庭的权力放入这个草案里面 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 并没有改变这样子的国家政策方向 马英九总统上台以后 甚至更加积极的去签署两公约 而两公约的国际委员也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修正我们的民法 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婚姻制度之外 另外保障我们的同性伴侣跟同居伴侣的权益 这个是国际人权委员现在在建议我们国家的事情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国家不分蓝绿执政 保障人权都是国家的政策 所以法务部就算你没有提对案 你礼拜一在立法院请你捍卫同志的人权 那同样的事情 我们也必须禁告我们的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的职责就是捍卫我们的同志 捍卫你的选民 就在国家这个历史的时刻里面 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不仅是一个人权的议题 这更是一个人道的层次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年来 这个法案我想排进去 我已经一年了 那去年从护家蒙在1130举行的那个 践踏同志人权的游行到今天 昨天我在公共电视上看到护家蒙 一样在提示同志的言论 我生气到把电视关了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 跟什么样不人道的社会 继续放任护家蒙 这样践踏同志尊严的行径 公然在媒体前面 我很难想象 如果是一个国中生 他就在看电视 他觉得他的人生未来是什么 当他的学校欺负他 他的家庭不要他 学社会里面的宗教人士踏伐他 请问他未来要到哪里去 请问他怎么找到他活下去的勇气 这个国家号称人权的国家 要彰显人道价值的国家 可不可以用国家的名义 给这些人一点点拥抱 一点点希望 至少在法律的层次 抛开这些歧视 抛开这些偏见 因为这些孩子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拿出我们的 杨梅的选民的诉求 那为什么是杨梅 因为我们都还依稀的记得 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在这里 其实开过两场记者会 那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呼吁廖正经委员 当时是司法法治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我们希望他要来排案 结果没有想到 就在他要卸任的最后一天 竟然开一个记者会 来告诉我们说 他没有办法排案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相亲 认为同志是不自然的事情 相亲说同性恋违反人 彩虹超越蓝绿 结婚不限男女 捍卫同志人权 立愿则无庞贷 立愿则无庞贷